本来以为找个年纪大的男人 他可以懂我 可以疼我 可以照顾我 可以养我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谈恋爱确实应该找个年纪差不多的 差得多总是有代沟 总是误解你的意思 都是成年人了 我被他骗了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两个人在一起 无论是精强还是事情 就应该共同分担 共同承受 一有事情就分彼此 那还要谈恋爱吗 我觉得自己特别傻 我真的分不清他到底是爱我 还是利用我 我们的爱情真假难分 看到这样标题的时候 确实还有一些迷惑 这有真有假吗 如何来判断这样的真假呢 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周46岁 来自湖北 所攻城的 女嘉宾小庄29岁 来自湖北 是一名医药销售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手里还是那口密码箱 装的是彼此并不知道的一个秘密 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 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我愿意 我愿意 你46岁 你29岁 差17岁 对的 是吗 是的 是的 是紧张吗 有点紧张 为什么紧张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观众 所以有点紧张 我看他就是因为亏心 我们编导给的标题叫 我们的爱情是真是假 这个问题是你问的吗 是的 你觉得你们的爱情是真还是假 我真的是真假难分 他有时候也对我挺好的 但是大部分时候 他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那咱们就说说吧 我们在一起差不多有两年多了 大部分都是我在花钱 你比如说我们吃饭 逛街 然后看电影 都是我在花钱 还有有时候去旅游 也是我在掏钱 他说他手机坏了 不好用 我又掏钱给他买新的 再后来的话 他说一个男人的有一块像样的手表 结果我套了两万多块钱 给他买了一块手表 全是你花的是吧 是的 你花的时候愿意吗姑娘 其实我心里挺不愿意的 因为现在谈恋爱 大部分都是男孩子在花钱 如果要我女孩子花钱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男人不够爱我 但是的话 我当时挺喜欢他的 我又怕他生气 那就是说你花那个钱 你还是高兴的 但是的话 有一件事我很不满意 他当时在我这里借了四千块钱 说给他的前女友的分手费 我真的很不理解 你是属于有本事的人 谈两年恋爱你没出一个子 还拿走四千 你可以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以前刚换工作不久 做工程的 然后垫付了不少钱 要还房贷 要养车 然后我不是不愿意为了花钱 确实有点紧张 当时我前女友闹分手 他要我分手费一万块钱 然后当时也没有钱 如果没有钱的话 他当我大吵大闹了 感觉我不得安宁 于是我当时手头紧 就找了借了四千块钱 我想这四千块钱 我也是会还给你的 还了吗 没有 他欠我的不光光是钱 去年的时候 我当时怀孕了 因为我想自己年纪也不小了 而且跟他在一起 有那么长时间了 好不容易有了个孩子 我也想把他生下来 他也说 当时说要 我一边要上班 一边又要去医院里 做各项检查 我当时要他陪我 他总是找各种理由 没有时间 我一个人就很辛苦 当时我接工程吧 做了个大项目 一直没时间 当时医生说 孩子有点不稳 需要保胎 然后我要他拿钱回来 他也没有 这个事情我挺恨他的 确实当时做工程 拿点关系 前妻又垫付了不少钱 也确实手头比较紧 我就问一下 就是你图什么呀 跟他在一起 这么听下来 其实一开始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挺阳光的 第一感觉很好 后来两个人 在一起时间长了 慢慢地 我也对他付出了真情 也付出了真心 这个孩子怎么样了 后来孩子打了 是你没坚持 还是他要求了 还是各个情况不容易 我怀孕的时候 我总是发现 他聊可口聊微信 然后就调着静音 然后晚上聊得深更半夜 你不是工程很忙吗 忙着陪别的女人 当时那个女孩子呢 他就说 有点跟我工程上面 聊得比较开心 然后也比较温柔 后来发现 他有一些社会关系 客户资源 他就介绍我认识 然后呢 我就跟他聊得比较开心 我也怕他误会了 所以说呢 就有时候胆心不给他看 然后又不给他 所以他也产生一种误会 当时我发现 他的衬衣上 还有女孩子的头发 还有女孩子的口红印 这样的我其实想 因为那个女朋友 那个有网友了 他说过生日嘛 就请我去喝酒 我就喝多了 别人把我送到宾馆里面 我可以将你保证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是喝多了吗 你刚刚还说了女朋友 你这件漏馅了 嘿嘿嘿 当时我们大吵了一架 我以为他会跟这个女人 断绩来往 结果没有想到 他居然对我提出了分手 哦 是这么回事 那边语德的 他说 我家里就是盖房子嘛 他说 给我这些钱盖房子 然后我其实也不是 真的想合理分手 其实我想 只是一个假象做给他看的 不不不不 只是一个假象做给他看 当时他说要给一笔钱 我盖房子嘛 我想 等钱拿到手以后 再和他和好 是这个意思 等钱拿到手以后 再跟他和好 对对对 那女的为什么给你钱啊 那女的她觉得 我也挺阳光的 她说 你挺阳光的 哎呀 我看你就是不要脸 这姑娘都是带着墨婷出门 你看 她觉得我这个人 就是说那个 还是比较有潜力的 就是比较积极向上 失业心比较强 然后一直有一种 比较正的能量 你 如果你是正能量 我愿意一辈子做负能量 那个女的跟你说 借钱给你 于是你提出来跟她分手 对对对 那女孩子条件 就是要和她分手 然后都把钱借给我 打孩子这个事情呢 我解释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 记忆条件还不是很成熟 我等到有笔工程环 结下来以后呢 还完房贷了 接了婚照给孩子 我觉得他有点超时过急了 当时孩子都三个月了 是我超时过急吗 我们在一起都快两年了 当时 不不不 还是我超时过急吗 你有没有责任心呢 姑娘说到这 我特别想问一句啊 就这你还不离开啊 当时我们确实分手了 可是当我有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在外面受到伤痛的时候 我又想起他了 不是你外面能受什么伤啊 这还伤得不够啊 因为我一个人在一个城市 好吧 好没好吧 后来两个月以后 他又回来找我 又回来求我 天天天天天过来接我下班 又来给我送花 又来跟我献殷勤 然后又给我买礼物 哄我开心 当时我就原谅他了 当时我也是这样 当时那个女孩子呢 后来 那个女孩子借你钱了吗 你都分了手了 你告诉我 对他找我借了三万块钱 是人家找你借了三万块钱 还是借给你三万块钱啊 他找我借三万块钱 因为他说 哎 有意思啊 他给那个女的骗了 他说他这个弟弟度手 说嘛 要三万块钱 然后我没多想就借给他了 结果呢 他就人间蒸发了 找不到了 我后来发现他也是个骗子 这个词用的特好 他也是个骗子 还有谁是个骗子呀 呀呀呀 然后你又 然后我就觉得 还是感情方面的 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最好的 他对我这个这么多两年来嘛 一直都对我还是比较真心的 我当时我以为他真的是回心转意了 我以为他真的彻底跟那个女人断绝的来往 我也以为他是真心实意的 要回来跟我过日子 后来他说外面工程上要一笔首付款 需要六万块钱 你给他 我当时我也是想诚心 跟他一起好好过日子 也希望他拿着这六万块钱去投资 然后生意做好了 能够赚到大钱 然后我们能够过上好的日子 借给他了 借给他之后 结果他人间真怕就没见到人了 然后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勾勾微信都联系不上了 我就去他家里找他爸妈 他爸妈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就是告诉我他在深圳的一些朋友关系 后来我就通过这些朋友 我打电话 才知道他在深圳带小孩 我压根就不知道 他居然是结过婚 他离了婚 他带着一个孩子的男人 他就这样欺骗了我两年多的感情 为什么不告诉人家 因为当时我也不是成小片的 我怕跟他说了以后了 他提出给我分手 然后呢 我也一直 我有勇气跟他说 就是想这么多时间 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说 然后有没有勇气 那你能告诉我说 你这六万块钱干嘛去了吗 六万块钱是给小孩子转学去了 然后呢 我想跟他打了借条的 打了借条以后呢 我想这个钱我肯定会还他的 如果你当初你告诉我了 你说你结过婚 离了婚 带着一个孩子 也许当时我凭着我对他感情 我会原谅他 可是他就不该骗我 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 这姑娘这么给你花钱的时候 你心里不愧疚吗 你怎么忍心花那么多钱呢 你告诉我 其实我当时就是 做工程的压了钱 也不是骗他的 当时少了借钱 我想这个钱 等我赚的钱我会还他的 你爱他吗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因为这么多两年 喜欢 这个词用的还挺准确的 你爱过他吗 这么多的 反正我觉得他脾气不好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你不就是喜欢他吗 我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想表达我 就是这个 他一直在喜欢我 我觉得对他还是有点愧疚 然后又通过这个栏目了 然后你是来谢罪的是吧 对 姑娘姑娘问问你 这个男人在你眼里 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就有事无事 喜欢献殷勤 但是他其实他心里面 就是诚心的要骗我 不仅骗我的钱 还骗我的人 那你为什么被他 一二再再二三的骗呢 别人也说了 女人在爱情里面 智商为零 谁说的 我觉得我当时 就是因为陷进去了 我就奇怪了 这阳光 正能量 一股清风 哎呦我的妈呀 来吧各位老师 交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见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两个人的行为模式 是蛮相像的 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 在那个短片里边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这个女生说 原以为年龄大一点的男人 就可以照顾我 养我 那如果是从这个出发点 去找一个男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本身 就不是在找爱情 你就是在找一个钱包 其实老师也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要找个钱包 我就会找个有钱人 我就不会是为他花钱了 但是在一开始 你反复提到钱的事情 并且你说过给他买东西 你是不高兴的 不愿意的 因为女人不应该 给男人买东西 赵川问你 为什么你还是要 买了你说 你怕他生气 也就是说 你担心 如果这个礼物 你不买的话 这个男人就会走掉了 你前面的投资 就打了水漂 你前面的付出 是期待着后面 有一个更大的回报 同样的行为模式 是在这个男生的身上 也展现出来 当另外一个女生说 我给你钱 帮你盖房子 那OK 我可以把这段结束了 先去开展这个 至于钱拿到手之后 是保留这一段呢 还是那一段呢 就再做决断 也是以利益为出发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你们俩半斤八两吧 两个人都应该各自去检查 自己的一个行为模式 然后就是女生刚才有讲过说 在外面受很多伤 就又想起这个人来 首先第一 这个人已经让你自己的词 伤得体无完肤 那外面还能有怎样的伤 能比体无完肤更伤呢 你的回答是 我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边 那这句话里边 我听到的是 寂寞 孤独 身边一定要有一个活物 也许是一个 是一个宠物 可能宠物都会比这个人还好一点 但你需要一个男性的象征存在 哪怕这个象征是一个渣男 这也不是爱情 从你的故事里边 我从头到尾都听不到 跟爱情有关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感受 那男生也是一样的 你从一出场到现在 你的身体一直都是倾斜的 晃来晃去 你是完全没有一个担当的人 你也不想担当 这就是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 我觉得两个人都是骗的 他骗了女孩 女孩自己骗自己 其实女孩你其实心里非常清楚 你们俩之间关系就是钱 你对他付出了真心 但他只瞄着你的真金 他就把你当成一个提款机 其实我当时也想 我说凭着他的条件 他的外表 他的形象 他在外面也可以找到 比我更好的 比我更漂亮的女人 甚至比我更有钱的女人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也许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也许你给他钱了 他就会爱上你 但这都是一个一个的 也许把你自己欺骗进去 真是钱能够换来对方的爱吗 绝对不是 他就是一个有奶便是娘 有钱就是妻的这么一个男人 你知道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来找你吗 离不开你 那不是爱你 是因为他是一个伎俩 非常差的骗子 他被其他骗子伤害过 他知道他骗不了别人 所以只能一次又一次来骗你 千万别再自欺欺人了 不要骗自己了 他爱你吗 他仅仅是爱上你的钱 即使他现在跟你在一起了 分分钟他就可以再去 他就瞄准其他的猎物下手 然后再来骗你 何必跟他纠缠呢 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 我姓周 我不说你姓什么叫什么 你还笑得出来呢 这是你唯一的长相 就是你脸皮非常厚 你面对这个女人 你有一丝的愧疚吗 嬉皮笑脸的 轻而易举说出道歉 你跟多少人说过对不起 跟多少人说过我爱你 跟多少人说 我不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做人呢 你怎么能立足在这个社会上 你靠什么就靠你张脸吗 你要想靠你那张脸的话 你看看我这张脸 不是你没张脸怎么了 原来你是吃脸饭的 至少我在他身上找到了 我更想着自信 你说你这位这节目 你得豁出多少 这种人你也比 我先跟小张说 你别哭了 你知道吗 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穿得很漂亮 其实形象也很漂亮 但是你皱着你的眉 别着你的嘴 勾搂着你的背 任何一个美的女孩 如果你不挺起胸来 不舒展你的眉头 不让你的嘴角向上 你都不可能美 吉星老师 因为我看到那个症嬛卷之后 我一直挺崇拜你的 谢谢 谢谢 你这孙老师的老公 是什么样的 你最崇拜的应该是 他如何找到一个 像他那样的老公 那景星老师 我应该以后跟您学习 您客气 我要像你一样阳光 漂亮 谢谢 谢谢 实际上你们这刚才 我看到的这些事情啊 是一个女孩子如何去判断 和寻找自己的 终生伴侣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 首先你要眼明和心亮 眼明在于你如何去判断他 心亮在于 在你遇到任何一个男孩子之前 你要有你的标准 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丑 但他要忠诚 或者他可以帅 但他必须要有能力 无论是什么样的标准 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标准 我觉得他不断地在 挑战你的极限 然后你不断地把你的极限 往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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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你 现在站在这个台上 这么的自卑 两万块钱 手表钱 六万块钱的这个 你们家孩子转学的钱 这就八万了 还有四千 这就八万四了 你们那些吃喝拉撒 你这爱吃啊喝 对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 你看他多辛苦 一个女孩在外面 我确实有点愧疚 我还是蛮喜欢他的 我想他有给我一次机会嘛 然后他也 这次可能他就觉得 没有给我一次 你拿什么换这个机会 就是把以前的这个过错改掉 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我改 怎么改 我觉得用我的实际行动吧 什么实际行动 实际行动就是我把他的钱还掉嘛 一个男人真的是 你如果能够面对自己的错误 而且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 愿意坦诚和愿意改变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因为这个节目一旦播出 那些你的合作伙伴们 你的亲戚们 你的朋友们都在看 这些人未来都是你社会 你周边的所有的眼睛 他们都会监督你 一旦你今天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你还在背叛他 或者背叛你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你可能你的诚信 不是失信于一个女生 而是你周边所有的人 我真是 下一期就能够 你说的 这些话 你不行 你怎么做 你怎么说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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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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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你一个人这一分钟就说完了 谁说人家只长了一张脸 说的也不比你差 两位请交换箱子吧 谢谢你们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